第111章 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主桌上一番寒暄 穆飞驰的出现 无疑给了沈老夫人一个很大的惊喜 毕竟从不出席这种场合的少帅 出现在自己的拍卖会现场 几乎可以说是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面子 如果说四大家族是京都的顶梁柱 那么穆飞驰就是这个军国最高的荣耀 只是见他一面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芸汐看了眼四周宾客的反应 上一世她没有见过穆飞驰 传说和眼见还是有区别 从不知道原来这个男人在军国 竟然如此受尊崇 年纪轻轻就如此荣耀 足以让京都所有的男人望其向背了 穆飞驰跳了个背对着拍卖台的位置坐了下来 这个位置正好对着芸汐那个角落 虽然隔得有些远 芸汐还是觉得主桌上投过来的视线 让她觉得如坐针毡 穆飞驰的到来 比起拍卖会本身更有吸引力 为了提起宾客拍卖的性质 主持人特地通知大家 穆少帅也有一件私人物品在现场拍卖 这无疑在现场砸下了一颗巨石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巨浪 为了让拍卖会更快进行 也为了能尽早拍到穆少帅的藏品 拍卖会一度有节奏地进行着 直到台上介绍蒋家二少蒋恒林的限量版 摆打斐力手表的时候 主持人那边突然停了下来 工作人员匆忙上台 告知手表被欠 主持人这边一阵手忙脚乱 台下更是一片哗然 拍卖会负责人和酒店经理匆忙过来 一边跟沈老夫人道歉 一边安抚宾客 拍卖品被欠 而且偏偏少了一个手表 其他更贵重的东西 你一个没少 宾客群里顿时议论纷纷 身为手表主人 蒋恒林也被决丢脸 谁都不偷 偏偏偷到他头上来 而且还是在这种公众场合 简直让他下不了台来 梁秀琴也有些意外 他只是让人偷了个豫章 怎么连带着蒋家少爷的手表也丢了 如果是同一个人偷的 蒋家这样的身份 肯定会让人详查 一旦查到他头上来 后果肯定不敢设想 可如果不是 拍卖会丢了一件东西 其他东西必然会重新检查 一想到等会 如果搜查宾客 在芸汐那个死丫头身上 找到豫章 那么丢的手表 同样也可以栽到他身上去了 偷一个是偷 偷两个也是偷 真是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他倒是要看看 这种情况下 蒋家 还要怎么庇护他 想到那丫头很快就会被所有人千夫所指 梁秀琴就忍不住高兴 终于有借口 可以把这个丧门信赶回乡下去了 到时候就算老爷子不舍得 丢了这么大的脸 他不舍得 都得舍得 经理调了监控过来 直接切到大屏幕上 拍卖现场的气氛 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一直到工作人员 发现手表失窃 监控上都没有出现任何进出厨房的人影 芸汐一边喝着果汁 一边看着动过手脚的监控 唇角勾着淡淡的笑 他不经意地抬眸 症状上莫非持忧成的视线 那样慵懒的风华际月 全是看好戏的神色 很快 经理在视频里发现 监控视频被人做了手脚 其中有0.1秒的片段里 拐角的红毯上 一个高跟斜斜跟 裸露在监控画面上 没有人影 也没有任何监控画面 估计是剪辑的时候 漏了这么个小细节 一贯强势的沈老太太 很快明白过来 站起了身 从经理手里接过麦克风 很抱歉 今天的拍卖会呀 出了这样的差错 从监控看啊 实切的手表 应该还在宾客里 为了慈善事业 也为了自正清白 我们省家 今天在这里 多有得罪了